大家十一有出去玩吗 假期的第一天我去了红罗斯爬山 爬山确实很辛苦 可是在山顶看到远处的景色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消耗体力的爬山之后 一定要吃顿好的鼓一鼓 这家驴肉馆是我三年前来过 当时吃的红焖小猫驴 一直念念不忘 我还在家复刻过这道菜 这次来发现这家店火了 已经过了午餐点 还是需要排队 并且听到服务员说 十一期间预定尼玛 只能在现场排号 上次基本把招牌菜都吃了一遍 这次想尝试几道没吃过的 酱驴薄骨 一斤是三框 这个造型有没有想到羊蝎子 味上相似的 肉质也算软辣 不感偏咸 干锅小炒驴肉和小炒黄牛肉相似 小块的肉比较嫩 就是口味过于咸 没有大米饭很难收成 驴肉串和小驴丹上次也有吃过 我稍微一下这个方式就很炫酷 烤串超级推荐 油脂丰富 豆脂鲜嫩 口感上也吃羊肉串还又香 驴杂锅也是上次念念不忘的菜品 小锅不大里面内容丰富 上面是一层酥子叶 锅里有炉杂和豆泡 秋天来这么一锅觉得全身都是暖暖的 酱烧驴肋肉 驴肉一半瘦一半肥 外面的饼层色分明很好吃 如果不喜欢肥肉的 可以选择另外一款驴肉火烧 我个人更喜欢上次吃的驴肉火烧了 吃饱喝醋后 顺座买了杯咖啡 赶在日落前回家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转发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